大家好,我是大伟 如果你经常感觉自己的肾气不足 阳刚之气不够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要好好看 我教给你一套非常好的动作 这套动作很多人反馈说 做完以后反应就来了 而且自己明显能感觉到 坚持做了一段时间 肾气是越来越足 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 那么现在我来把这个动作内容交给大家 大家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两个字 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后每天打开手机 打开视频就跟着去念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 这个动作有两个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后背的肾书 肾书对于我们很多的男同志来说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点怎么去打开呢 我们要轻轻的给它撞击 撞击99下 但是它在于我们后面 很多人平常喜欢去垂打 但是这个力度其实是非常弱的 我们要去做一定要用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手腕去给它撞击 有些朋友就说 手腕怎么去触碰这个点呢 非常简单 把手你看靠后 然后整个人踮起脚 一定要把脚踮起来 然后来,1,然后落下,2,落下,3,4,5,6,7,8 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来,1,2,3,4,5 它这个撞击的这个力度和我们手去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力量打击更渗透 可以说是打肉不打皮 不像我们的锤 小拳头去锤的话 它是打皮不打肉 它力量渗透不到里面去 渗透不到里面 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充分的激活 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肾扬之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手腕 大家注意看 你看,来,1,2 可以这样去练习一下 这个撞击的感受 再把这个感受带入到我们这个动作当中 踮脚,1,踮脚伸手,2,3,4 好了,第一个动作就交到这里 这个动作一定要每天做99下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就在于我们的一个巴疗 我手指的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怎么找呢 我们把手啊 放在我们的腰部自然下滑 下滑摸到一个钩 然后呢 同时在于我们的屁股中间啊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要上下的给它搓动 把它搓热了 同时另一只手啊 在于我们的小腹 就是我们的肚脐下方 在这里横着搓 一个是上下搓 一个是左右搓 这两个动作啊 千万不能单个做 一定要是一起去做 才能激发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啊 来你看 大家看 如果你做的时候感觉不强烈啊 你就把这个什么呢 腿弯一些啊 然后骨盆做一个啊 后勤往前去顶 然后去做 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 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做的时候 速度一定要稍微快一些 一定要摩擦出这个热量啊 渗透到我们的一个深层 去数一个200下 好 我们的后面看一下 可以大家配合呼吸啊 就是吐气 吸口气 继续 小口吐气 快速的把这个动作做完 你会发现 每一会儿 它这个热量啊 就已经渗透到里面了 做完以后啊 感觉这个小腹 包括我们的后腰之处啊 都发热 这个热量和普通的热不一样 它是由泪而外的 散发一种热量 这个热是在里面生存的热 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感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我们重要的一些 气血通道啊 给它打开了 这些通道一旦打开 那么你的啊 渗养之气啊 其实会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 两个动作 一定要是结合在一起做 咱们做完第一个动作以后 就紧接着就要做这第二个动作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的 大家感觉有用的 一定要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同时记得啊 没关注的 关注我一波 因为在我这里啊 你能看到很多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 道家十二世 这里面的每个动作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 由泪而外的打开全身的经络 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啊 越来越少 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今天啊 我们来讲一下道家的长寿部 老古话说啊 经长一寸 寿延十年 想要长寿又健康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打开我们的经络 拉开我们的经 为什么古人会这样说呢 古人通过观察啊 发现啊 但凡是长寿的老人 他们的四肢灵活度啊 能打得非常开 也就是说四肢非常灵活 同时观察他们的手 观察他们的脚 发现越有力气的人 他们的手脚呢 就越红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我们身体啊 是一个气血的大循环 主要的原动力啊 是在于我们的心脏 手掌和脚掌 是位于我们气血的最远端 我们的手掌越红润 证明着我们的气血循环越好 脚掌越红润 也同样是一个道理 所以当我们的手和脚啊 红润了 就证明我们的气血通了 我们的手和脚啊 就更加的有力气 所以呢 今天这个长寿部啊 就是专门去凝活我们的四肢 打开我们身体堵直的地方 让我们的气血啊 更加的通达 更加的顺畅 每天去走上一个50步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延连易受 好的 现在我来开始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动作 首先啊 咱们来讲一下动作 这个拉筋部啊 分为两步 一个是手上的动作 一个是脚底的动作 分别拉的是我们整个上半身和下半身 所以呢 它里面每个细节啊 都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 第一个就是大家把手跟我一样 这样摆好啊 这个姿势啊 非常简单 你看啊 就这样去摆好 摆好这个姿势 手掌啊 朝前 五指并动 把这个姿势摆好 然后呢 把它摆好以后 我们再看腿 腿是什么呢 只要去做一个健步蹲 你看脚往前一脉 然后身体下下压 压的时候呢 你注意啊 我的后脚的脚后跟啊 是不能离地的啊 不能说你身体一向下 哎 脚后跟离地的 后腿弯了啊 不行啊 一定要把后腿绷直 身体往下压 脚后跟贴地 跟着我做的这个朋友呢 就能感觉到啊 你看我身体又往下压 大腿的内侧 前侧 包括后侧 小腿 全都把经络啊 给拉开来了 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奇妙之处 然后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啊 手上的动作和脚底一起配合 去完成这个动作 手往前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你看 比如说我是右手的手指朝上方啊 然后呢 我就要迈我的左腿 大家看 把手打开 啊 你看 回啊 然后呢 我们再练习一个基本步 你看 右腿朝前 左手手指就朝上 大家看啊 你看 二 啊 后面脚够根不能离地 啊 我们手指在往上顶的时候啊 你看 你要明显的能感觉你的胸祸被拉开 同时啊 手掌上面有一阵 微微酥酥的感觉啊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走一个完整的 先把手啊 摆好 现在我的是右手朝上 所以我们迈左腿 你看 来 保持住 慢慢的起来 好 转 二 好 回 我这里呢 因为我在往前走啊 可能会出出了这个屏幕的一个范围了 所以呢 我只能简单的从后往前给大家演示 大家做的时候 找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场地 把这个动作啊 捏一捏 手朝上 来 看 一 动作啊 不要急 慢慢做 好 转 来 走 二 啊 你能感觉到你整个人啊 被拉得非常的紧啊 包括我们的胸啊 包括我们的膀子啊 包括我们的腿部啊 都非常的紧 然后接着来 走 啊 非常的舒服啊 再反过来 转一圈 来 走 啊 就这样 反复的去做 啊 非常的好 这个动作啊 无形之中 就把我们身上的经络啊 全给拉通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每天走上一个30步到50步 不仅啊 强壮了我们的大腿 锻炼了我们的大腿 更能够拉开经络 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 好了 这个动作啊 分享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 这个动作其中的原理 以及这个动作 很多朋友跟着念了以后 也反汇出不错的效果 我们每天啊 一定要坚持的把这个动作啊 去念一念 这样的话才能充分的打开我们的经络 当你的身上经络打开了 关节灵活了 不堵了 自然而然 你的身体啊 就变好了 好了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观看 道家十二世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 道家气功养生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道家非常珍贵的方法 叫做脾胃金刚令 它和以往啊 我们见到调脾胃的方法都不一样 它是通过道家的一个手势 去引导着气 韵化着脾胃 这个动作啊 非常神奇 人人啊 都可以去做 而且人人做完以后啊 都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手势做好了以后呢 放在我们的肚子当中 自然而然的 你能感觉到你的脾胃 韵化加速了 很多朋友还会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 咕噜咕噜啊 只想一会儿啊 就想往厕所去跑 为什么呢 身体当中的浊气啊 通过气的一个韵化排出来了 那么这个动作啊 其实非常简单 也非常好运用 只要你看过我们之前讲的第一节课程 学会气的一个感受都能做出来 现在我来先教大家这个手势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把小拇指这样扣在一起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我的无名指啊 是点在我的大鱼记和小鱼记的中间 劳工偏下一点 尽量去往后靠一点啊 大家注意看 这样做好了以后 看我的手就要点着啊 点着大鱼记和小鱼记之间 中指扣啊 食指扣啊 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 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啊 这样的一个姿势 好 然后呢 这里重要的一点来了啊 我们大拇指靠后啊 就左手大拇指在后面 然后呢 右手的大拇指在前面 大家注意看啊 这是我的左手大拇指 是靠近我身子一侧的贴上去 右手大拇指啊 靠前 形成一个这样的手势 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从我的这个正面啊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手势 我们现在手势已经结好了 这个时候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四个手指啊 都要往回发上两分左右的力 就是微微的往回发力 比如说我是个手势啊 你看 结好了以后啊 你看往回发上两分的力啊 往回用劲 然后大拇指呢 双手大拇指啊 是往下压两分的力啊 所以呢 你手势结好了以后 还不算完 还要把每个这个力啊 你要搞清楚啊 有一些互相发力的感觉啊 手势结好了以后 好 有了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开始把这个方 这个动作啊 对准在我们肚脐上方啊 就这样 大概的位置是哪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概在这儿啊 大概在这儿 好对上去了以后 我们开始准备 好保持住 慢慢的把小腹往内收 啊就这样 然后眼睛微微的闭上 好 去寻找什么样的感觉呢 非常重要这里啊 就是我们之前拉气的感觉啊 就是自己拉气的感觉 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这个时候这种感觉啊 会在你双手之间和我们的肚子之间传导 啊手势先打好 然后放在这里 眼睛闭上 心要静 好 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一股气 从我们的手上往肚子之间跑 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啊 我们要把这个气啊 慢慢的往下去引 引在我们的肚脐上 好 把手再贴近我们的肚脐 小腹内收 保持住三分钟左右啊 两到三分钟 逐渐的感觉这个气啊 往里面去穿 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 顺时针的一个旋转啊 右上吸气 左下吐气 右上吸气 左下吐气 其实这个动作啊 他在做的时候 当你引气 从我们的这儿到这儿啊 这一段距离的时候 你能明显的感觉 很多朋友啊 敏感一点了 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 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记住了 这个方向一定不能搞错 你千万不能上来啊 就把这个手势 对准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 不能上来 就把这个手啊 对准着我们的肚脐 一定要把这个手啊 把这个硬 你看 结好了以后 对在我们的一个胃部 然后慢慢的往下 走到引气到肚脐 然后保持三分钟 让气啊 往里面去走 好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 三分钟左右 就开始能感觉到肚子里面 开始有咕噜咕噜响了 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脾胃 开始运化了 然后开始帮助它 协助它 来上膝 缓缓下去 涂 下涂 上膝 下涂 一个运化啊 就这样 你做完以后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小腹当中啊 胀胀的 热热的 然后你只要经常做气感越来越强 你会发现这个小腹当中啊 非常的舒服 暖洋洋的一片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脾胃精光力啊 就念好了 我们坚持啊 正常去运化一个15天 为一个基础啊 坐上15天以后 休息一个10天到20天 再坐上15天 这样的话呢 你的脾胃会一层一层的强化 而且在坐上3到5天左右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 你的脾胃运化好了 很多地方都能改善 比如说身体啊 更有劲的啊 吃东西啊 消化吸收更好了啊 这个肠胃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变得更加结实的 不像原来那么稀啊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改善 好了 今天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看完到家气功 有所收获 并且把今天的这个内容 转发收藏起来啊 这个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宝贵 会的人啊 基本上很少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为 肾气不足 阳气不够的人 今天我要教你一套肾阳金刚弓 这个弓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厉害在哪里呢 只要你跟着我啊 坐上十遍 你会发现啊 全身上下都变得非常的通透 而且手脚上面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气血充盈 握起手握起脚 都感觉啊 有使不完的劲 这个方法 你只要每天练习十遍 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 提升肾气啊 稳固我们的肾阳 特别是对于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人来说啊 你做完以后啊 它来的效果啊 比年轻人还要好得多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 大家做完以后 学会了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 有用两个字帮助更多的人 那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这个动作啊 并不难 但是你想把它念好 还是有讲究的 首先就是我们的双脚啊 双脚微微比我们的肩膀宽一些 收腹挺胸 双手握拳 手放在后背啊 放在哪里呢 大家看啊 手往上贴 就是你越往上越好啊 到你的极限 那么这个姿势一旦形成了以后 你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让你的整个人啊 变得更加的挺拔 你会感觉即便你想弯腰驼背 都会感觉变得很不舒服 你就想把身子啊 站正 好 形成了这个姿势以后 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啊 我们把身子的重心 你看 转 然后呢 我的脚也跟着转 形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 这里注意我的腿的角度 微微向下去膝啊 不用曲得太深 微微屈膝就可以了 那手一直保持住 好 身子向前俯伸 手往下去擦啊 顺着我们的背后 大家看啊 顺着我们的背后往下 下到最底的时候 直至我们的手臂伸直啊 注意看 这个手往下擦啊 直至我们的手臂伸直 此时 我们的手臂是紧贴着我们的躯干的啊 不是说你做的时候 手就松开来了 不行啊 一定要把这个手臂啊 紧贴着我们的躯干 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呢 你在做完这个姿势以后啊 你会感觉身上有一股静啊 再往上去冲 就会让你整个人啊 会变得非常舒服啊 同时呢 你的肩膀啊 也是夹在一起的 肩胛骨也是向内夹的 好 这个时候你还是握拳的状态 我们现在要把手指伸出来啊 手指伸出来啊 伸出来以后 你看往外去抬 往外去抬 然后翻掌往上 好 形成这个姿势以后 到顶了以后腿伸直 转身 好 再把手放在后背 回归一个初始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难 但是其实你按照步骤走啊 每个细节都踩好点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 并不难 大家可以把手机放下来 跟着我做一遍 我依然是拿我的左腿演示啊 你看 手放后 好 放到后面以后 你看 转身 腿肩步蹲 微微往下 手往下啊 你看 贴紧我们的躯杆 把手指伸起来 然后往外去抬 翻掌 往上 好 伸腿 回 好 再来 把手放在后背 我拿我的右腿也来做一下 你看 手放在后背 转 身子微微的往前压 这个时候呢 你看 往前辅力量 全部压在我们的这个右腿上面啊 让它承担一定的力量 手往下啊 推我们的经络 推到我们的经络 直至我们的手臂 你看 完全的伸直以后 好 这个时候 把拳变成掌 往外去翻 好 再翻掌 手掌朝上 往上去合 回 这个一个动作就做完了 那么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身上啊 是由泪而外的就感觉经络被打通 你的这个经元之漆啊 就开始往上去冲 浑身上下都透着两个字啊 舒坦啊 非常的舒服 那么我再给大家做一遍 不同的角度啊 你看 手放着我们的后背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 人往前迈一步 好 手 身子往前 俯身 力量 全部压在我的腿上啊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 手往下 贴着我们的躯杆往下 直至手臂完全伸直 并且贴着我们的躯杆 大家把这个姿势找一下 找一下后背紧绷的感觉 然后 划拳为掌 好 向外翻 翻掌 手掌往上翻 向上举 好 贴到后背 再来 往下 划拳为掌 好 往上 翻掌 手往上合 回 好 这样呢 就是一套完整的动作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动作以后啊 应该是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厉害之处 如果你能跟着我 把这个动作啊 反复多看几次 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 做完了 你也知道 我讲的这个话的意思 你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奥妙之处 你能体会到这个身体啊 完全被打开的一种通透感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动作 大家左右算一次 每天做到十次就够了 坚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你的肾阳之气啊 越来越足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